來看台北市長的選擇 民進黨的參選前 但市長今天發布負責政策 也說來推動這個省北邊管 減輕到北部市長的負擔 但市長也批評 9萬安是醫療法規的多方人 不過9萬安強調 自己拿出來是具體改革方案 另外無統一位 紅山山是批評說 這單市長所說的很多項 市政府進場都有在做 讓大家知道 我的年紀稍微偏大 我們在當年 我在年輕的時候 其實這種平權的概念 稍微是缺乏 市長說起以前的經驗 為家庭生活 發現選別不平等 設備市長發表選別政策 說要提供 臨時特幼科部 各種選別的安置比 給他一個 也透過各種設施 跟系統的完畢 勾勵各種選別 都可以參與家庭署部 而且自我實現 不過市長 半月在面設大門 配平經一三個 國民黨九萬安 提出的當教政策 要向你合面 他的當教成為 增加到五百張 是得發出衝突 記者會上 還在批評九萬安 九萬安今天禮拜 中路九歲 雙年九歲的中路 更感動 面對當教政策 卻要對處 批評 他又一次 隨便自己的政策 我們提出具體的方法 要來解決現在 腸道成為不足的問題 就是希望拋開行政包袱 突破法規的限制 我想希望能夠 大家共同朝向增加 腸道病床 這樣的方向跟目標 另外無當值參選人 政府市長 五三三 竟然回去市政府 參加活動 卻對當市長的政策 一說市府早前就在做 也有哪做 哪找出問題 父女庇護的部分 其實做得非常完整 那男性的部分 大部分是兒少 所以兒少的機構安置 也都有緊急安置 每個區都有臨拖的保母 但是你要預約 他要了解你的孩子 到府臨拖 你放心讓一個陌生人 到你家 並不是那麼容易 五三三標示 歡迎大家 拿出更好的社會 給你政策 但是也要考慮 是不是可以接行 他也批評 臺市長的記者會 台北府的政策 都是立委緩分的水平 這記者的政策 真的是臺市長所拿出的 記者國務長 水晨派文林有開 台北報導